自NBA划分东西不越最佳何州最佳以来,获得此项荣誉的球员不少,现役第一人詹姆斯已经61次拿下州最佳球员,这小数据上市前五股人,后无来者的,在越最佳上詹姆斯38次成为越最佳球员,同样是NBA历史第一人。 虽然詹姆斯的这项荣誉很多,但是这个时候的奖项,已经划分了东西部,如果不划分东西部最佳球员,那么乔丹才是这个荣誉上的至高无上的王者。 抛开张姆斯和乔丹的东部部说,我们说一说,可比在西部越最佳和州最佳上的次数,据数据显示的是可比生涯17次越最佳和33次州最佳,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可比是在竞争激烈的西部,想要成为州最佳和越最佳。 你需要击败的球员有很多,在可比职业生涯中,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在15年前,也就是2003年的越最佳之争中,他单越场均次10分,却依旧输掉了越最佳球员。 2003年2月份可以说是NBA历史上最激烈的越最佳之争,胡人的OK组合继续延续着之前的三连关系史,那一年的OK组合,实际上已经有了见性,在整个2月份,可比的个人疯狂程度令人扎舌,他连续9场坎下40分,这其中还有2场50分的记录。 他在那个月单越场均可以看下40分,如果你不知道单越场均40分是什么概念,你大可去看一下历史数据,能做到这一点有几个人。 整个2月份的OK组合带领,胡人取得了11胜三复的战绩,理论战绩和数据可比,按理说当选越最佳球员,是无可调剂的不二人选。 但是在那一年,可比却输给了巅峰加内特,整个2月份加内特场均数据并不是很出自场经27.7分加13.9来百加5.8,助攻1.3强断和1.5感冒。 虽然加内特的数据比不上可比,但是他带领的森林狼战绩非常不错,整个2月份森林狼只输了一场比赛,他们的整体成绩为12胜一负,胜率高达92%,那么,可比是如何输给加内特的呢? 除了这些之外,奥尼尔也是影响可比拿到越最佳的原因之一,奥尼尔那一年的数据不错,再加上他已经是总决战MVP三联装了,威慑力还是很强,而他的存在也是为可比牵制了一部分防守,所以可比越最佳更难拿到了。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,其实那一年加内特的数据也很不错,他场均23加13加6,在他之前NBA已经将近30年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,可见天风加内特有多恐怖。